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全程皆知了 海棠华 你可千万别忘了 我是干什么的 政府要援 我说干就能干掉 何况是你呢 雷处长 我今天来就不怕你灭口 反正同狮子死了我也活不了了 不如喝出去拼一个干净 有你们几个大人物做垫背的 我们走的也风光啊 真没看出来 你还是个刚硬的烈女呢 这都是被逼出来的 说 我要帮了你有什么好处 钱呀 哎呀 别提钱 太俗了 哼 我知道 您呀 不光要钱 还要点好名声 您想点儿 就不如狼志雄队长 哎呀 你别提他了 你赶紧跟我说正事 只要您肯帮忙 不管是名是利 我保证您占尽了便宜 你敢确定 没有麻烦吗 你指的麻烦是什么 袁大公子已经表态了 他不会插手 其他的衙门 哪个敢和执法处作对啊 张义飞 他算什么东西 只要您肯帮忙 他那边我来摆平 哎呀 童狮子 有你这么个红颜知己 可真是他的福分哪 这么说 你答应了 我算是怕了你了 多谢雷处长 事情办得怎么样 你最多呀 再待个两三天吧 哎呀 事情不是搞定了吗 怎么还要再待两三天干什么 因为 我需要摆平一个人 谁呀 张义飞 我就知道是他 他就是专门跟我作对的嘛 他们派他来整我是吗 所以 我必须要摆平他 只要你在牢房里 那张义飞是生是死 和你就没有关系了 他这个极毒队长到处树敌 挨了黑枪 也只能算他自己倒霉了 哎呀 这个事情不能找自己人 找外面人 哎呀 我知道 你就放心吧 我先走了 不不不不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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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哎呀 秦云 我王某 你对我的大恩大德 你心中 哎呀 如果我能逃过这一劫 我就明正言顺的取你进我们王家的大门啊 向何 倩云 哎呀 向何 相信 哈哈 好 就这么定了 啊 啊 我等你 嗯 嗯 小心一点 哎呀 今天心情真是好啊 是因为童狮子进大牢了吧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 还有就是 在这么风景如画的地方 跟你在一起散步 让我想起了咱们在山上的日子 那会儿啊 真是过得像神仙一样 哎 等童狮子伏法了 我们再回武功山 过神仙般的日子好不好 好 嘿嘿 跟我一起过神仙般的日子 哎呀 哎呀 讨厌 哎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就是那个意思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 啊 谁不好意思了 你才是呢 死野鬼最讨厌 哎呦 别让别让 一 你看 啊 讨厌 站住 野鬼 你别跑 来来来 站住 看见了没有 看 看见了没有 走 看见了 走 出发 走 看见了吗 有人 什么人 不知道 小心 嗯 跑 跑 跑 快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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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 哎 哎 哎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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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这这么大一个包啊 没事 大风大浪我见多了 什么呀 你这底下是怎么回事 谁啊 怎么了 恨我了 野鬼 怎么了 这疼死我了 起来 没事吧 来 把药吃了 来 哎呀 你 嗯 嗯 嗯 怎么 还行 还行 没觉得苦 没了 还能开玩笑 看来你没事 哎 我张野鬼福大命大造化大 我还等着 跟你回武功山过神仙的日子 拼嘴 拼嘴 知道是谁想杀你吗 想我都知道 他在监狱里 还能有这么大的能力 他人在监狱里 他的亲信可在外面啊 看来 他们世子要取你的性命 他们世子要取你的性命 童世子这个王八蛋 下手比我还快 你看着 我揉不了他 哎呦 哎 没事吧 哎呦 好了 受了伤还不老是躺着 吃完药就睡觉吧 那我先走了 我都病成这样了 你还不陪陪我 那没办法 我要工作嘛 下来班来看你 哎呦 哎呦 不行了 哎 怎么了野鬼 不行不行 哎呦 头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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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行了 受了伤还不老是躺着 我先走了 嗯 容容 下个班来看我啊 行 我来看你 OK 就回来你们两个人呢 后来缉毒队的人赶到了 我们俩兄弟命大 要不然我们也回不来了 张义飞死了没有 我亲手开枪打的 他从山崖上滚下去了 嗯 我看他摔了一连血 估计是活成了 估计 我不要估计 我要确切的消息 确切的消息 现在还没有 不过最近 好像也没有张义飞的消息了 他也好几天都没露面了 那他肯定死了 对 你怎么那么肯定 您想啊 他要是活着 就凭他堂堂南城 缉毒队长 还不得把南城翻个个儿 找我们几个哥们啊 你说的也有道理啊 唐堂奶奶 这次为了帮您 我的兄弟倾巢而出 十二个弟兄 就回来我们俩 我们也对得住您了 您看 答应给我们的赏钱 哦 你看 我都忘了 真是对不住二位了 嗯 你们点点吧 唐堂奶奶 我们还能信不过您吗 唐堂奶奶 都解决了 嗯 等到天黑的时候 拉出去全埋了 是 你去通知狼队长 雷处长 还有潘署长他们 请他们一计行事 你去通知狼队长 是 走 甘娘 翠薇 你来了 我好像听见有枪声啊 没事别怕啊 你今天晚上 去袁大公子那儿 告诉他 让他关注一下各大报社 我们有最新的消息披露 甘娘 这什么意思啊 哎呀 你告诉他 他自然救命 好吧 哎 崔薇 去把小顺子给我叫来 嗯 好的 大奶奶 小顺子 你去告诉大掌柜的 就说张亦菲我已经摆平了 叫他一计行事 是 叶鬼哥 怎么好好的受伤了呢 哎 你怎么来了 二徒子 啊 你透露的吧 没有 我这一不小心也说露了 我 我 受伤了你还瞒着我 哎 没什么 为什么受的伤 啊 叶鬼哥 不是是在那个 城南基督队任职吗 我跟我们队长 出去基督 可危险了 遇到一堆毒贩子 他们全给吓跑了 就是我一个人了 我一对七呀 一场恶战 把他们全抓着了 受了一点小伤 叶鬼哥 你太棒了 不不不 不对吧 你当时你尿了 尿 尿什么尿 闭嘴 我 我去尿尿去 我尿尿去 我尿尿去 叶鬼哥 我早就说过 你不适合吃衙门口这碗饭的 对对对 不适合不适合 所以我决定 不要再伸张正义了 安全为重 叶鬼哥 让我看看你上哪儿了 没事没事 一点小伤 这算不了什么 哎 你是怎么见着二秃子的 我回家看我爹 正好他也在 啊 你最近经常回娘家吗 嗯 你娘家实在太无聊了 他们那儿规矩又多 也没人跟我说话 我都要疯了 所以 我就老往我爹那儿跑 啊 呃 鬼花啊 嗯 我劝你两句啊 你最近啊 最好不要老回娘家 为什么呀 所有人都知道 袁公子啊 爱起疑心 又爱吃醋 你娘家也没人 就一个爹 没事老回去 她能不起心吗 我知道了 你是嫌我来看你了 不是啊 我一听说你受伤了 就赶紧跑来了 没想到我热脸 剃了冷屁股 算了 就当我没来 我走了 哎 别别别别别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真不是那意思 哎 哎呀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哦 又晕了 头晕了 哎呦 叶果哥你没事吧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我骗你呢 我没真的要走 哎 嘿 我也没晕哪 嘿嘿 哎 你最近看见高大哥了吗 你见我回来 就是为了问高不救啊 那可不就是 张叶鬼 你最没良心了 不不不不 我都变成这样了 还摔我 摔死你算了 我生气了 顺老子 嘛 vaccine す 你最anco 没有 不对啊 他跟我说他回娘家 怎么会去小旅馆呢 这话让我怎么说呢 你想说什么 我 我也不想说什么 你不会是说 他在外面有奸情了吧 这话可是您说的 不能吧 不过这事 也难说 又不是什么大家闺秀 敢出点什么出格的事来 你什么意思 我不就是 按照您说话的意思 往下说吗 背车 背车 现在您去了 也抓不着什么了 放屁 我是让郎志雄 去接我太太 老太爷吉祥 福晋吉祥 郎队长 老太爷 您也看起古董来了 了不起 有文化 我不懂 瞎看看 瞎看看 您谦虚啊 郎队长 您来干什么呀 是这样的 袁大公子 让我接福晋回府 让你来接我 袁大公子说了 最近街面上不太平 怕你一个人在街上有危险 所以让我来接你回去 夫人 下午没出去吧 下午 我去了个旅馆 看了一个生病的朋友 怎么 这个事 雷处长也要管呢 不不不 不敢管 不敢管 小的只是随便问问 这是你该问的 多管心事 那是 小的过了 夫人 你骂人的声音真好听 真悦耳 行了行了 出去吧 一会儿跟你走 是 闺女 我觉得呀 野鬼的担心是对的 是 这两天少回家 我看袁公子这个人 阴不尽阳不阳的 得不好开罪谈 我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心里清楚 我是这样想啊 真来那些受点委屈 野鬼不是说了吗 等斗到了童狮子 再来打救你 对了爹 野鬼哥昨天受了伤 我也不能去看他 你多照顾他点 我知道 三位当家的 请坐请坐 来 请坐 来来来 来来 怎么样 突然光临一定是有事啊 兄弟 有些事跟你商量一下啊 说 不是 童狮子已经关进监狱了是吧 我们三个人这当警察的差事 差不多当到头了吧 对 是不是啊 现在啊 算是大功告成了 我也不能勉强三位 屈于这个尊 在这儿做一个小小的缉毒警察 不 不是 我不绝了 没事 我跟野鬼兄弟当警察 我既觉得痛快 而且还挺好玩的 对 对 对 这个 这个 既然大功已经告成了 我们就不便久留了 所以我决定呢 我们兄弟三个 今天下午就离开京城 回山寨了 这么仓促 再玩两天吧 不不不 我们刚下山的时候 就跟兄弟们交代好了 帮你办成了这件事以后 立刻返回山寨 京城呢 虽娱乐 但不是久呆之地啊 这是天子脚下 我们这些当山贼的 万一暴露了身份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啊 是不是啊 好 三位当家的 当年 我上武功山 拜师学艺 你们就没少帮我 今天又千里迢迢的 冒着生命危险 来京城 祝我报仇雪恨 此胆打得 我张野鬼 今生今世 莫指不忘 三位兄长 受我一拜 兄弟 你过了啊 你看都是兄弟 你先拜了吧 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了 给三位 准备了点玻璃 师父 这五十两黄金 是给山寨的 这三封银元 是给三位在路上 做零花钱的 兄弟你这是 你哪弄这么多银子啊 我哪有这么大手笔啊 这些钱啊 自有出处 你是不是从怀来镇观听那个小寡妇叫李 李东梅 李东梅 给你的吧 对 这次铲除了铜狮子 对他来说 不仅是解除了后顾之忧 而且还替他保住了一大笔家产 这点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这钱他实在不好说 我 行 但 那咱们就收下他吧 收下 叶鬼城里 我觉得你这个极度警察当的实在是太称职了 那你这个极度大队长以后还打算干下去吗 是啊 当然不了 以后张义飞这个人物就不能存在了 那张义飞要是消失了 咱们逮住大都销当场缴获那二十站鸦片烟土 那大公岂不是让给那个混用的潘市处长和那个剑锋使舵比谁都快的雷处长了吗 功劳不小 麻烦也不小啊 怎么呢 你们想想 这个童狮子在这儿惨淡经营了十多年了吧 胡奔狗挡 那真是盘根错节 今天这小子吃了这么大的亏 今后肯定得报复 把这笔账算在他们两个身上 让他们今后自己狗咬狗吧 那你这样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 今天你就和我们一块回武功山吧 那可不行 想当年童狮子把我送上法场要枪决 今天我就要亲眼看着童狮子上法场 到底是个什么德行 老太爷 有位亲戚等您半天了 亲戚 对 没说姓什么吗 好像姓高 高爷 二叔 坐坐坐坐 你也坐你也坐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我呀早就想来看您了 就是一直没机会 对了二叔 这桂花儿 这桂花儿为什么好端端的就嫁给了袁公子来呀 这桂花儿这是我不知道 二叔啊 您是不是有什么心灵话 是没有 是这样的 桂花儿打碎了袁大总统家红仪泰的大慈瓶 他把挨伐 就说看见了床上有真笼 袁大总统说他是有服务员的人 就把他许给了袁大公子 看来这个袁世凯是想当皇帝 想疯了 我也这么想 二叔 最近有野鬼的消息吗 野鬼 没有 可是我总是觉得呀 野鬼就好像在我身边似的 是这样 我想啊 你要想见野鬼 那怎么都能见到他 他要是想见你呢 那也能见到 可能他现在没空吧 也许吧 二叔 说句我不该说的话 这个桂花儿嫁的袁公子 太过草率 袁世凯想当皇帝 他那是做梦 他要是敢倒行律师的话 那就是自取灭亡 您和桂花儿啊 赶紧给自己想一条后路 免得热火受牵连的 我也这么想的 好了 二叔 要是有野鬼的消息 就马上告诉我 好好好 那我先走了 我送送你 好 好 您别送了 那那那你慢走 您别送 канал 您老师 您先相信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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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都没有 是不是 这政府里又有什么要缘 又在保他了 这有人保他是肯定的 但是 谁也保不了他 按照国民政府的法律规定 凡是贩卖鸦片和烟土五十斤的 一律除死 童狮子这次 贩运的是二十袋烟土 您算算 他得有四十个脑袋才够砍 更重要的是 元大总统想当皇帝 他得做几件漂亮事 给国人看看呢 全面的集毒禁毒 是他对国人的承诺 您说在这个节骨眼上 这铜狮子不死 还有什么路可走啊 大长 我是小顺子 进来 大长 我们王大掌柜的 让我给您送来的请柬 王大掌柜 你们王大掌柜不是 大长 你是说我们王大掌柜的被抓起来做班房了 是不是 那都是误会 全都是误会 现在已经全都弄清楚了 报纸上不是说我们大掌柜的 亲自饭运二十袋大烟膏进北京吗 其实啊 我们王大掌柜的饭运来经的 不是什么大烟膏 而是戒烟膏 戒烟膏 这戒烟膏啊 是日本的一位大药技师发明的 这种戒烟膏 外表看起来和鸦片烟膏差不多 气味也相同 只要您抽上一段时间 就再也不想抽大烟了 能把鸦片烟瘾彻底戒掉 我们大掌柜的听说以后 花重金买了二十袋 准备接线给集图总署 为深受鸦片烟毒害的国民 借出烟瘾做贡献 没想到城南集图分队的几个小警察 不懂科学 硬把戒烟膏当成是大烟膏 还把我们王大掌柜的抓起来 弄清真相以后 今天下午 执法处的雷处长和集图署潘处长 亲自到监狱 把我们王大掌柜的接了出来 明天上午九点钟 雷处长在万国大旅社 召开表彰大会 命名我们王大掌柜的为戒烟模范 并纵纵每一位来宾一小袋戒烟膏 我们王大掌柜的 希望道长也能鲜驾光临 我去 不说了 不说了 叫你不说 不不不不 慢点打 输 好了好了好了 别打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混混邦的大宅主 对 王老爷 叫温什么 温开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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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温开泉 温开泉哪 温开泉 每逢过年过年过节生日 生日你的父母 媳妇兄弟姐妹全家大小 我都给你们全家送很厚的礼 你 但是你为什么还要害我呢 你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的良心在哪儿啊 我 我没有害你 是你害我的 是你害我的 那是谁把张义飞调到南城的集独鼠分队当队长的 说 是 你 我 我 没关系 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现在告诉我张义飞的项目 我就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好不好 如果你是合作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如果不合作的话呢 明年的今天 也将会是你的祭日 懂吗 我 我实在不知道 他的下落 继续打 输 大掌柜 嗯 断气啊 这传了 他怎么这么弱 我还没玩够呢 大掌柜的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张义飞的下落 我估计是张义飞给了他一笔钱 呃 然后引荐给雷震穿的 大掌柜 我问了好多人 都不知道张义飞的底细 他们都说你被抓的当天 张义飞就失踪了 而且一直没有出现过 哎 哎 哎 大掌柜的 怎么 唐大奶奶和郑梅乡郑夫人来到了总坛 说有要紧的事跟您商量 哎 你们说 这个张义飞到底是什么人 神龙见首不见尾 会不会是跟高不救是同一伙的 你怀疑他是革命党 我怀疑他是南方的革命党派来对付我的 哎呀 现在啊 寻找张义飞的下落不重要 也不是你报复的时候 哎呦 你说什么话啊 你知道我刚损失了二十代上等的鸦片烟膏啊 你知道这多少钱吗 我一大半的家产都没了 哎呀 这钱丢了可以再赚吗 现在对你来说 保命是最重要的 这命要是丢了可就赚不回来了 自从这个武功山人说你有血光之灾之后 你已经遭了好几次血灾了 我敢断定 这个老道人 不是仙长就是妖道 现在呀 只有他能救你了 所以呀 你必须竭尽全力 想方设法地讨好的 其他的事情啊 你就不要管了 没错 你们看前两天的报纸了吗 那个武功山人着实了得 连张大帅都被他整得服服帖帖的 可是我竭尽全力了 他不接受 我也没有办法 你真的竭尽全力了 嗯 我只知道 你给他送过美食 名人字画还有银元 您给他送过女人吗 哎 他是一个出家人 怎么会想到美女去呢 哼 甭管是出家的还是在家的 这只要是正常的男人哪 没有一个不好色的 你 可是这位武功山人看起来 他道貌岸然的 哎 不过大掌柜的 前两天没想说 在街上碰见这个武功山人了 他正跟一个姑娘 在那眉了眼去的呢 是真的 是我亲眼看见的 那天武功山人来府上祭奠老夫人 出门的时候 刚好遇见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武功山人看那个女人的眼神 非常的痴迷 于是我就多留个心眼 我想大掌柜的有一天 或许会需要那个女人 所以我就偷偷地跟踪了她 结果我发现她进了顺天时报报社 他是报社的人 对 肯定是 哎呀 糟了 你知道吗 顺天时报的后台就是日本人 这我惹不起 哎呀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啊 我们已经弄清楚了这个老道也有七情六欲 为什么非要报社的那个记者 这北京城这么大 就凭你童狮子的能耐 找一两个女人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嗯 当然是 哎 就说咱们家翠薇 也可以说得上是人间角色呀 没有一个男人会拒绝的 哎呀 翠薇恐怕不行吧 这个孩子心高气傲的 恐怕他不会愿意 再说呢 他跟袁公子相好 这袁大公子 也是个咱们得罪不起的主啊 不 这会儿 轮不到他说了算 现在大敌当前 燃眉之急 就是要帮我化解雪光之灾 你们等着瞧 我去跟他谈 来 来 大圣贵他 嗯 回来了 干爹 哎呀 回来了你 来来来来 给干爹 来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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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不认识干爹了 不是 干爹 是没想到您会出现在这儿 女儿刚刚得到您出狱的消息 本来打算明天去看您呢 没想到今天您竟然来我这儿了 不过你给我的感觉好像是 看得我不太高兴啊 干爹 您说这话可委屈死人家了 女儿啊自从您出世之后 就跟妈妈每天烧香拜佛 求菩萨保佑您平安回来 您居然说女儿 不高兴见到您 明天我可要跟妈妈告状 让妈妈整死你 不不不不 千万不要 好 那就算干爹错怪你了 其实呢 我女儿还是很有孝心的 对吧 干爹 您有事吧 干爹呢 能在这里等你这么长时间 的确是有一点点的事 什么事 是这样的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 武功山人的道长 当然听说过 不就是断言干爹 在百日之内有血光之灾的 白胡子老道吗 是的 不过干爹呢 现在是有事情要求他帮我去化解厄运 可是不管干爹怎么求他 他都不放在眼里 所以我现在想呢 如果你们 可以解为连理 然后成为一对将来 你要把我送给他 你要把我送给他 来让他给你化解血光之灾 我的干女儿 四个字啊 冰雪聪明 冰雪聪明啊 这件事简直是一举两得 难道你会不愿意吗 我不愿意 干什么 干爹 我为翠云堂挣了那么多钱 您当年答应过我的 卖意不卖身 即便是接客也要我自个儿愿意才行 您可是混混帮的大债主 江湖上响当当的好汉 您可不能食言啊 再说了 我是袁大公子非常喜欢的女人 你要是把我送给那个白胡子老道 您在袁大公子面前怎么交代 你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想打女人是吗 你跟干爹讲道理 那就让干爹跟你讲道理 比方说 长得像干爹这样 一表人才英俊潇洒的人 走到大马路上 好多人对我有好感都喜欢我 难道我要对每一个对我有好感喜欢我的人 我都要负责吗 这是不可能的 感情的事情呢 是这样 在一个最基本的交往 开始把普通朋友 然后友谊永固 然后结为夫妻 我不愿意 然后变成好朋友 相爱 组织家庭 生小孩 儿孙满堂 这种感觉是幸福美好快乐的 好幸福好开心 打死我也不愿意 把他的衣服把关吧 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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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王大掌柜的来看您来了 弟子拜见道长 坐 爸 中文字幕——YK